大则田是 亦是齐国一等名门 然而这里是军中 是在众选楚良帐下 军中启论出身 众选楚良更不是会在乎他背景的人 田安泰很清楚 众选楚良如果要杀他 他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更不可能有人为他出头 此刻他无比后悔 直恨不得割掉自己的舌头 的确是一仗田家的声势 在平日里张扬惯了 以为说两句话不会有什么事 但竟忘了这里是谁的军营 面前的大帅又是什么人 这可是凶徒 众选楚良沉默着 一直等到田安泰整个人开始发抖 才说到 你们以为杨建德是什么人啊 这么多年韬光养晦 事事顺服 就真以为他是拔了牙的老虎 当年在斜月谷 他是差点插了其根本帅薄命的人物 帐内众将面面相去 谁也没想到 杨建德当年有这么莽 竟敢跟凶徒插旗 让本帅去杨庭受降 怎么去 是一个人去 还是带大军去 若是拔起大军 伸入阳国 兵为赵恒城 这样一来 他们降不降又有什么区别 你不相信人家 人家拿什么信你 再者说 孤君深入阳国 且不论污祸 也不怕被人扎了口袋吗 或者让本帅单刀附会 一显豪勇吗 众选楚良冷笑道 本帅要是胆敢贪功 孤身前去 杨建德就敢当场围杀了我 豪勇是豪勇 命没了也是真的 田安泰 众选楚良在帅位上俯身 田氏欲杀我耶 绝对 绝对 绝无此心 田安泰已经惊惧的语无伦次 只是拼命的磕头 磕得地面砰砰作响 田氏近年来风投即胜 众选楚良还要再说些什么 敲打一番 但忽然止住 直接起身 一步跨出帅杖之外 遥看远处 冷声道 来了 这一声极短而促 好似凶刀破壳 瞬间杀鸡勃发 守战外的亲兵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判断出来 那是杨国赤尾郡的方向 赤尾郡 舌骨面者身死的那处荒地上空 忽然样起波纹 一根根白骨自虚空中钻出 彼此交错 勾连 迅速形成两条蛟龙骨架 如火转一般 骷髅眼窝中陡然升起魂火 两条骨胶张牙舞爪 互相咬住对方的尾巴 形成一个圆 圆中幽光旋转 隐隐通向某个神秘空间 而后从幽光之中 走出来一个穿着麻布道袍的年轻男人 这人的长相 说英俊也不对 说丑陋也不对 他站在那里 仿佛已是这方天地的中心 这种强烈的存在感 令人不知觉就忽略了他的长相 唯独闭不过一双眼睛 一只透着淡漠无情 一只显得平静幽深 他走出幽光之后 随意往地上看了一眼 面无表情 那是蛇骨面者身死之时所处的位置 而自他身后 鹿眼 龙骨面者 猴骨面者 兔骨面者 相继走出幽光 张林川在风铃城沙未眼 沈南七的时候 也曾开过一扇白骨门 但与这两条骨胶咬合的白骨之门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上的存在 彼时那扇白骨门 是沟通幽鸣之气 铺设战场 增幅他的道数威能 而现在由白骨到圣主亲自开的这扇白骨门 却是借道幽鸣 洞穿数万里 自白骨地宫直屈阳境 其原理类似于白骨盾数 但又高妙不知多少 而其信彪 自然便是崩散于此地的温灵子灵 去 白骨道圣主语调呆板地说道 尽你们所能 制造混乱 为本座争取时间 炼至霍原化身 众人齐齐做出相同手势 收拢无名指为止 大拇指食指中指呈三角撞兆在心口 轻送道 望穿之底 黄泉之渊 尊神归是 逐罩人间 宋罢 路眼节节怪笑 率先离去 龙骨面者却看向了兔面 猪面死在哪里 张林川不在场 兔面未未缩缩到 好像 好像是在加成成欲 好像 确实是在加成 兔面吞咽了一下口水 以缓解紧张的情绪 作为十二骨面里事实上的最强者 龙面虽然不常露面 但每一位面者都无法摆脱对他的忌惮 尤其是白骨到十二骨面这个集体早已被分化 兔面也已经是张林川派系的人 难免对龙面表现出更多的畏惧 龙骨面者直接道 带路 右转对猴面吩咐 你也一起来 兔面不敢拒绝 猴面也只是耸了耸肩 很无所谓的样子 从始至终 白骨到圣主对他们的行动并不干涉 任由他们自己决定去哪里 做什么 等到这几个人都走了 他才对着空中的白骨之门 但莫说道 使者看好地宫 不要善离 随时迎接本作 白骨门的那一头 传来张林川公公静静的声音 谨遵圣命 让策划乌火并选定位置的张林川留在白骨地宫 把长老陆眼带出来 倒不是说白骨到圣主对手下教徒不信任 而只是尚未者本能的谨慎罢了 简单的制衡 吩咐过后 圣主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天光灿烂 令他微微眯起了眼睛 此行的危险他有所预计 他并不在乎 无论在什么时候 掀起肆虐一个国度的污祸 都是不容于事的 这句身体很好用 太好用了 只是有一点小麻烦 需要解决 马上就要解决了 为此冒一点险 非常值得 他卖动步子 像一个很久没有回家的人 满怀眷恋地走动着 说来屈辱 他借到子之躯将士已久 但竟很少出过白骨地宫 庄帝和杜如惠对白骨到的追索从未停止 而他甚至要隐藏自己的存在 堪称苟延残喘 好在即将解决 往后自不必如此 这个国家 国气已散 民心已乱 他能够感受得到 霍气借着一个个载体 在四处移动 游荡 霍气会将生者吞噬 死亡本身又会增强霍气 他行走着 每吸一口 都感到十分满足 身体在一点一点的适应 一点一点的重铸 那个一直在与他角逐控制权 始终不曾放弃的灵魂 终于有了松动 只可惜 没有那么圆满 他想起那日通过温灵碎片看到的那个少年 只可惜彼时力量还在隔空凝聚 那少年变头也不回地跑远了 可恶 他淡淡地想着 但心中实在也是没有愤恨之类的情绪 这在生命的长河之中 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